无党籍的凤林镇长候选人林建平 他面对国民党请出的韩粉压境之下 他还是挺过了蓝色风暴赢得胜选 27号上午林建平他进行了扫接谢票 感谢凤林镇相亲用睿智给他机会 他也会持续延续好的政策 为凤林镇打造成更适合的生活城市 凤林镇长选举在这一次的九合一选举当中 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 国民党更是邀请了天王籍的韩国瑜 来到凤林镇为国民党提名的参选人选情肇事 不过最终是由五党籍身份参选凤林镇长的林建平慎选 他表示将会延续好的政策 而且会寻求更多的资源 挹注在长者的照顾与妇女社会福利上 各种的谣言 各种一些不正当的手段的攻击 但是我们进选团队跟所有的乡亲的支持 我们还是挺过来的 在今天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跟太太两个人进行一个 谢票的一个行程 那未来真正的工作 是一条漫长的路 索性在我们萧镇长八年的主政之下 奠定下良好的基础 我在三届十二年的代表会主席的任内 十二月二十五我可以无缝的接轨 全心全力为我们奉您所有的政政 我们的观光我们在地农特产品 我们所有辛苦的老人家 我们的青年的生意养育 这些一切的福利政策 林建平将会持续来跟他加强 让我们的凤林成为全台湾省一个最靓丽的客家小镇 正正的建设是需要靠大家努力 林建平是一个可以倾听民意 尊重不同意见的人 将来所有的角色一定会及时广义 做出对凤林镇未来能够最有效力 能够让凤林更美丽的一个愿景 这届九合一选举带给凤林正名许多乡亲 民意代表的选择机会 在选举之后几家欢乐几家愁 不过在现任政长肖文龙的基础施政上 可以说是已经有完整的基础建设 是否可以成为花林中区一颗明珠 也指日可待 记者凌结凤林正采访报道